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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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要提升发展加速度 加快实施重大项目建设计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国组织部长会议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精神 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听取我省组织 政法 公安工作情况的汇报 部署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各级党组织 全省政法系统 全省公安机关抓好各项部署的落实 把本职工作做得更深一层 更近一步 在推进两手都要硬 两战都要赢中 展现更大作为 做出更大贡献 更好的为我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圆满收官 保驾护航 加油助力 会议审议并原则统议2020年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任务 省委省政府领导重点调研课题 省领导联系省重大项目分工方案和2020年督查检查考核年度计划 要求有关方面认真组织实施 积极主动包干 扎实开展调研 解决实际问题 各牵头单位要倒排时间 挂图作战 科学统筹 强化执行 确保工作方案和年度计划 抓好 抓实 抓出成效 浙江台报道 好 接下来来关注全省疫情的最新情况 2020年3月2号临时至24时 浙江省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7例 均为里水市清田县报告的意大利输入病例 新增出院病例36例 其中 新增出院病例中 杭州市5例 宁波市2例 温州市9例 湖州市1例 绍兴市1例 金华市2例 州山市2例 台州市4例 省十里封监狱10例 截至3月2号24时 浙江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213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8例 现有重症病例8例 其中微重4例 累计死亡1例 累计出院1086例 其中 确诊病例中 杭州市169例 宁波市157例 温州市504例 湖州市10例 嘉兴市45例 绍兴市42例 金华市55例 渠州市14例 周山市10例 台州市146例 离水市25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8例 省十里封监狱36例 重症病例中 宁波市1例 温州市5例 嘉兴市1例 省十里封监狱1例 死亡病例中 温州市1例 出院病例中 杭州市170例 其中 华规外省病例12例 宁波市151例 温州市456例 湖州市10例 嘉兴市41例 绍兴市38例 金华市54例 渠州市12例 周山市10例 台州市112例 离水市17例 省十里封监狱15例 全省共追踪到密切接触者41130人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118人 上有58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浙江台报道 从昨天起 浙江将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等级由一级调整为二级响应 各地针对社区市场等公共场所因地质疑 推出了一系列精密防控举措 在渠州市渠江区的一小区入口 业主正在通过设备新增加的刷脸模式进入小区 刷脸的同时 系统还能够利用自带的测温仪 迅速准确地测出业主的体温 实现身份加燕马加测温同步进行 我们去管控这个社区很清楚 知道每天有多少人进出 这些人进出的状态到底它是红马 黄马 还是绿马 它的体温状态 应急响应等级调整后 离水市针对各小区除实行健康马验证通行外 还对绿马住户增加了测量体温的要求 为适应疫情防控 从封闭式管控 向精准型制控转变 宁波市银州区公安分局推出单位专属二维马 目前已在辖区3.5万余个场所应用 我们这边博纳大厦 现在目前复工率是85%左右 进出比较频繁的 还是人员比较多 就是永行马推到了现在的单位的实行的二维马 现在两个马变成一个马 更方便 更便捷一点 为助劳疫情防控网 在渠州市区菜市场将逐步推广使用热成像人体测温仪 在智慧新城新湖菜市场南大门 热成像人体测温仪在一米开外的距离就能够精准地测量体温 相比手持测温枪 它的测温效率可以提高到一秒以内 还可以更好的避免近距离接触 为做好精密型制控 开化线推出了健康马与支付宝乘车马互通 若市民的健康马状态为黄马或红马 乘车马会被封闭 目前 该功能已经在全线六条公交线路 二十三辆公交车上实现 在乘车的同时 无需出示健康马的核验 真正实现了一马通行 直接阻断了非绿马人员出行乘车的可能性 大幅度降低了政府和公共交通的检查成本 浙江台报道 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中 我们邀请到的是浙南二院的副院长 吴锡凤吴院长 吴院长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浙江的新增病例的数据当中有七例 但其实都是这个 刚才也提到了是境外的输入性的病例 我们本地新增病例依然能够保持在一个零 所以其实从这个情况来看 我们浙江在做好自己的防控的同时 还是要有更多的警惕性去面对更多的更复杂的情况 是吗 是的 是的 实际上我们这个 虽然我们这个省 包括我们国家 它是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但是在国际上呢 有些这个国家 它的疫情在上升 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的就是防控这个输入性的这个疫情 那么比方说要做好海关 机场 还有这些机场那个 还有包括这个飞机 航空这种交通工具的这个防控 包括铁路 甚至是我们只要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人流流动的 这个一些场所 关卡都是需要去特别注意的 是吗 是的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境外的输入病例 其实它对我们的这个防疫工作也是有了一定的更新的一个情况出现 相当于我们在稳住自己的这个本地的没有新增的情况下 还要去警方有境外更多的输入 是的 要防止这个疫情这个输入性的风险 高松 我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就是我们浙江省的这个疫情防控 昨天开始从一级响应将为了二级响应 这个等级的调整 对于我们医院或者是我们医疗的这个行业 专业的角度来讲 我们的工作重点发生变化了吗 它这个疫情这个防控呢 就是这个特发的那个公共卫生事件 主要的分成四级 那么从浙江呢 我们从那个重大的 那个特别重大的这个特发事件呢 换成那个就是说这个一级响应到 调整到二级响应 那么这个呢 就说明我们的疫情这个防控工作呢 做得非常的好 那么这点呢 我要为这个我们的一些 医防人员和这个基层的这个干部啊 领导干部呢 给为他们点赞 同时呢 也要为我们这个电视机前的 每一位观众点赞 因为这个疫情的防控呢 是靠大家的 但是呢 我这里呢 也想赋予一下 就是说尽管这个 我们从那个一级 调整到二级 但是呢 这个还是一个重大的特发事件 所以呢 而且这次的疫情啊 特别的特别 就是说它这个病毒呢 非常的狡猾 传染性特别高 而且呢 有些呢 人的话 他没有症状 他还有传染性 所以呢 我们就是还是不能够放松 所以我是呢 就是说在这里呢 也想就是说 呼吁一下 就是说大家呢 尽量的不要到那个 人群聚集的地方去 不要去聚餐 然后呢 做好的个人防护 因为这个控制这个疫情 我们大家呢 多希望 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 所以呢 要靠大家的努力 而且我们说 其实如果在一级响运的时候 就像我们之前很多您也提到了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都是特别配合的居家 能够不出门就不出门 那现在我们到了二级 其实我们这个防控和防疫的措施 就是更精准了 重点更突出了 是这样吗 是这样 那比方说游戏区 它就是说原来的话 你就是每天 就是每个星期只能够出去两次 那么现在呢 你靠健康码呢 也可能说你都每天都要去 但是游戏区呀 还是比较 比较严重的 所以呢 我们要精准地去防控 确实 而且这一次的疫情发生以来 到现在 除了大家在特别努力地 共同去抗疫的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也会非常关注一点 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到一个先前的 能够提前地对一些病毒 或者是来的这个疫情的 有一个能够比较提前的意识和认识 这一点从您的专业角度 能给我们一些概念吗 那就是那这个呢 就需要一个流行病的调查 那我照呢 可以讲一个 就是关于一个经典的流行病调查的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是发生在1850年的 一个冷灯的一个霍乱事件 当时呢 突然呢 这个爆发了这个霍乱 大家呢 就不知道这个呢 到底是污染引起的 还是空气传播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叫 约翰斯洛的一个医生呢 他呢 就是说把这个发病的和病死的 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呢 标在那个地图上 形成一个点地图 然后呢 在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呢 就发现了这个疫情呢 是发生在 所有的病例啊 都是发生在冷灯的一个 叫宽阶的这个街道上面 而且呢 都是说喝了这个街道上面 一个井里面的一个水 所以呢 他就发现了这个病原 这个杀手呢 这个杀手呢 是这个宽阶上面的这颗井 然后把这个井测掉了之后呢 就控制了这个疫情 那么在传染病的这个控制上面啊 就是说 因为要找出它的病因 有一个过程 要一个过程 所以呢 对传染病的控制呢 我们呢 就是说 建议就是采取的这个措施呢 应该就是宁可兴起有 不可兴起无 能够尽早地把它控制 因为如果说采取一个保守的方法的话 等到把什么事情都弄清楚了之后 那么也可能呢 我们就会失去了一个防控的一个好机会 所以呢 就是我们先要严格的这个防制处事 等到做够的处事说 没有这个传播 那么呢 我们到时候呢 再可以做出调整 那么我们也特别想了解 就是在这次疫情的防控过程当中 您对于我们浙江的哪些做法是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 觉得这是一些比较可以去参考的又很有价值的工作重点呢 我觉得这将是非常的了不起 非常好 那么我印象最深的呢 就是说 一个呢 它就是说几个第一 它是第一个启动了那个重点 就是做重大那个特法公卫这个事件的这个第一反应的这个省份 那么第二个 第一呢 它就是行使了这个一土 一码 一指标 还有第三个呢 它是第一个进行了那个老年新冠肺的那个移植的这个一个省份 包括是国际上可能也是第一 特别是它这个健康码 它是利用这个健康大数据的一个个人健康的一个凭证 这个呢 在国际上都得到了好评 好的 那我们稍后也会 因为今天的直播是在很多新媒体客户端同步在进行直播 也会有更多的网友朋友想要跟您进行沟通 我们稍后再继续 谢谢吴院长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今年上午总投资达到8864亿元的537个项目在我省集体开工 这批重大项目将激发有效投资 带动有效需求 为我省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 奠定坚实基础 这里是位于加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全省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现场 随着我身边这22辆货车集体鸣笛 总投资8864亿元的537个项目在这里吹响集结号 本次集中开工活动采用视频会议形式 各市除加兴市外 在本区域选取一个重大项目开工现场设分会场 参加集中开工活动的537个项目 总投资8864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1473亿元 项目单体平均总投资16.5亿元 创历史新高 其中 高新技术与产业工程291个 总投资5406亿元 占比61% 生态环保 城市更新和水利设施工程223个 总投资2916亿元 占比32.9% 交通建设工程23个 总投资542亿元 占比6.1% 从投资规模来看 本次集中开工重大项目100亿元含以上的项目10个 总投资1926亿元 占比21.7% 民间投资项目402个 总投资6953亿元 卖商投资项目34个 总投资463亿元 浙江台报道 位于台州路桥区金青镇的金龙电机 是当地一家龙头企业 虽然复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由于关键配件紧缺 产能一直上不去 它直接影响到了出口订单的完成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蹲点报道 目前我们的生产状况是 每天生产几个小时几乎就要停几个小时 因为就是上游企业就是说无法供应 造成我们后倒工序就被迫停产 在金龙电机机械加工车间内 两条机壳端盖生产线这段时间一直停停开开 眼看着30多台最尖端的数控机床这么被闲置 汪康既可惜又着急 一直这样下去对公司整个电机的一个安装和那个 加工是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此前金龙的机壳端盖配件大部分来自三家配套企业 隔眼下这三家企业都还没有正式复工 库存越来越少 但订单却不等人 两单出口德国价值2000万的产品交付时间就在眼前 叶金五说 郑里可能有一些企业手头会有他们急需的机壳端盖配件 但金龙是当地的龙头企业 而且同行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压力 一想到这些他开不了这个口 金龙公司的两头男郑里也已经有所耳闻 这一天对点帮扶企业的金青镇副镇长梁如斌 匆匆赶到金龙 随身带来的是一份企业摸底汇总表 我们也希望我们金金像银行 像零货他们好几个企业都同样传统 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帮我们零食支持我们 再次度过这个难关 就是你们去的就这些东西 是不是 那好的 我马上联系 他们应该有的 这份汇总表是政干部这段时间 花大力气梳理出来的 上面的三百多家电机类企业 员工到岗数量 原料及配件库存量 和产能恢复等情况一目了然 这张表也让金龙公司长出了一口气 同一个工业区的台新机电 不光有他们想要的机壳 而且库存也很充足 万事俱备 剩下的就是让梁如斌做回中间人 亲自去台新公司跑一趟 你这边库存多的话呢 希望你借他一下 支持他一下 互帮互助 如果碰到什么困难的 他们也可以保险 经过协调 台新公司最后同意拿出部分机壳端盖 暂时先借给金龙公司 第二天 台新公司的三辆货车 载着五千个机壳端盖 赶到了金龙公司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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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您平时也认识 平时我们人都是认识的 都是同行 谢谢 谢谢 我这样子 我送大家条纸给你 好吗 借条 借条 再次临时借一下 我们有乐着这些条纸 谢谢 谢谢 有想到过问我们张总去借吗 想是想过 但是不好开口 难为情 对于同行的雪中送炭 金龙也想着该如何回报 通过政理的汇总表 他们发现 有几家企业缺少小型端盖和基座 而这正是金龙目前储备较多的配件 他们当即表态 愿意拿出100吨调剂给这些企业 企业有需要政府来协调 这段时间为摸清企业家底 提供精准服务 正政府动员了几乎所有的干部和工作人员 分成20组天天跑企业 并及时对信息进行汇总和更新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目前存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员工缺少的有450家 原材料短缺的有82家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个阶段 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样的资源配置 如果不是政府出面去协调 很多时候是难以实现的 至少是没法大规模去帮助有困难的企业 除了原材料 从复工以来 金清正还接连推出了针对熟练技工 防疫物资和招聘计划等 诸多生产环节的共享举措 从2月初以来 通过互助的共享模式 金清正先后协调帮助了98家企业 恢复生产 提升产能近10% 这种共享模式是非常实际 非常有效的一个做法 通过这样一次互动 从长期来看 也由于我们同行业直接形成了一种 互助互赢的良好氛围 促进了我们的产业 有序介绍的发展 浙江台报道 宁波周山港是我省急速域网络的重要通道 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 如何打通陆海联运的卡脖子堵点 让货物能够尽快流动起来呢 近日本台记者蹲点宁波周山港 看当地如何利用大数据平台 疏通物流各个环节的毛细血管 我现在正在宁波周山港的北伦港区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 吉卡车们正在排着长队 等待进闸装货 未来他们装载的这些货物 将会通过海汽联运 海铁联运的形式 发送到全球19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回来早 正月初六 正月了吗 大概 有了 复工了 还是堵车了 倒是 等的时间长吗 这里 今天上午我们就等了一个半小时 码头里面等的时间很长 河眼下繁忙的景象不同 就在两周前 整个宁波周山港的在港司机 不到200人 捡一个集装箱码头 积压的集装箱就超过6.5万个 堆存率高达90% 如何破解一车难求的尴尬 宁波周山港通过三色码 对所有注册司机进行大数据排查 邀请低风险地区的司机 及时返港 为了提高复工效率 他们还依托一港通数字平台 免去装箱单 交接单等五份纸质的人工跑单 为每箱至少节约了 一个半小时的运输时间 由于疫情影响 公路运输难也成为了一大堵点 港口专门设计了顺路运输法 让乡邻企业通过拼搬列的方式 改走海铁连运 解决企业运货的燃眉之急 把所需的物品尽可能地输送到 公路到不了的地方 打通整个物流环节的毛细血管 近一个月来 已有五百多个海铁连运搬列 共两万五千多个标箱顺利发货 截至目前 宁波周山港区集装箱搬列 已全部恢复通行 尽快地恢复我们宁波周山港的 全面的一个生产来抢抓 耽误的一个中期 全力以赴地朝着我们全年的目标 去奋斗 浙江台记者宁波报道 为防控疫情最大程度减少人员聚集 各地积极开展云招商 云评审 云签约等活动 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有序推进 昨天下午 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 举行首届云招商招财活动 将之前的面对面招商引财 改为线上评对评的连线互动 让参与企业及人才进行在线交流和签约 活动现场 共推出标准第29宗 共3261亩 签约招商项目20个 总投资约471.6亿元 吸引人才及团队13个 签约招财项目3个 日前杭州云航区举行产融对接会 超过100家基金股权投资机构 和近500家创新创业主体 通过云平台餐会 目前已经有100家投资机构 500家创业企业通过审核 入驻产融云加汇平台 达成合作项目80个 全力打造资本与创新 资本与产业之间的云上合作平台 资本跟项目的无缝对接 产融一起 这样的通过线上线下 正产融形成一个好的生态 有利于早上引致 昨天下午 在周山朱家间的保力航空小镇项目 借助视频连线 与远在美国的设计方 共同参与云平审 该项目总占地面积近千亩 计划投资85亿元 打造全业态 全时段 全客群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浙江台报道 随着各行各业的复苏 眼下各地航空长线交通 也开始逐步恢复 客流量在有序增加 在宁波立社国际机场 记者看到 来往的乘客相较于前段时间 多了不少 受疫情影响 宁波机场2月上旬旅客吞吐量 仅为去年同期的十分之一 随着疫情稳定 众多企业复工复产 机场一方面积极协调 航空公司针对反攻客员 较为集中的四川 重庆 贵州 云南等地 尽快恢复和增加航班运力 另一方面 主动对接各县市区和企业 联合航司推出 定制复工包机业务 上午10点 由湖南 绍阳 开往温州的客运班车 抵达温州双语客运中心 车上共载有17名乘客 根据用工特点 闷州计划于3月5号前 优先恢复江西 河南 湖南 贵州 广东 四川 陕西等 七个省的省级班线 3月10号前 基本恢复除湖北外 其他地区的省级班线 另外 记者从沧南动车站获悉 动车班次也在逐渐增加 这几天 每日到站列车6趟 一天客流600余人次 今天 珠季长运中心 又有6条省内班线恢复运营 目前已有30多条省内 长途线路全面恢复 预计本周内 跨省长途班线将陆续恢复 同时 珠季规划75条 临时定制跨省长途线路 投入到点对点 包车 接外来务工人员的运输中 浙江台报道 眼下正是企业复工复产的 关键时期 各地创新推出 务工无忧 保险 汇企 大礼包等 新举措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台州市用工大势 全市外来务工人员 达到100多万人 分布在20多万家企业 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当地推出由政府买单的 务工无忧保险 外地员工回台州返港复工 万一发生交通事故 每人有30万元理赔 企业复产后 一旦因疫情停产 外来员工在14天隔离期 每天补贴100元 如确诊可一次性获赔3万元 如不幸死亡可赔偿50万元 非常感谢政府为我们买这个保险 让我们没有了后顾 在企业里面安安心心地上班 目前物工无忧保险的 741万元保费 全部由台州市线两级财政 兜底买单 为复工复产提供 总计5000亿元的风险保障 企业的复工过程当中 万一发生 比如说疫情感染 甚至有些员工隔离 他要付出的很多的经济成本 通过保险的形式 政府给它全顾得底以后 这个后顾自由解决以后 推动我们台州市的复工复材 为减轻疫情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瑞安市出台了一系列 助企会企政策 将真金白银落入企业口袋 这个是你们企业第一批 返港员工的入费补贴 总共是30万8286元 效率真的是很高很高 我们上午才送的资料 下午款就到位了 连日来 瑞安出台的一揽子举措 涵盖了降本减负 闻港就业 金融信贷支持 支持工农商贸发展 疫情保障五大方面 据统计 汇企大礼包将被企业减负 15.5亿元 助理企业复工复产 建立我们快速兑现的办法 让企业就是尽快地享受到这个政策 浙江台报道 连日来 全省各地重点建设项目 陆续开工复工 在做好防控的同时全力推进工程进度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航拍镜头 到施工现场去看一看 我现在是在嘉兴市南湖区 一季度重大项目 集中开竣工活动的现场 现场开工的是 博方嘉兴氮化加项目 项目的实施将填补我国 在射频及功率氮化加芯片 制造环节的空白 此次嘉兴参加全省 集中开工仪式的重大项目 共有75个 总投资达到938亿元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 宁波永江口2000米的 海看8号工程看拨船上 可以看到对面就是宁波北轮 在这个位置的海平面以下 即将建造的就是国内最长的 水下顿购隧道 永州铁路 金塘海底隧道 此刻工人们就在这艘看拨船上 对剩余的11个孔位 进行钻探作业 按照进度 可以完成今年5月底初步设计初稿 6月底初步设计审查的既定目标 为全面开工做准备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浙江交通集团文泰高速项目 泰顺洪希特大桥的施工现场 通过航拍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 230米高 571米长的洪希特大桥 已经进入桥面的施工作业阶段 受疫情影响 工期比原定计划晚了整整一个月 而为了抢回工程进度 浙江交通集团增派了人力 我们此时看到 在桥面上的作业人员 则是从河南湖南等地 返岗复工的190多名工人 他们正24小时轮班施工 全力冲刺 力争在今年8月份 实现洪希特大桥的建城河龙 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 杭州烙城西富县 租记阴电街工程段的 项目施工现场 通过航拍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 施工人员正在用机械 吊桩高架桥桥面的 最后一块预制桥面板 那么再过半个小时 这个工程的高架桥 预制桥面安装工作 将全部完成 预计今年8月份 将具备通车条件 同时每天对长区 防疫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两次督查 确保施工进度 和防疫工作的两不误 这里是湖州市五星区 支里镇的绿色制造产业园 在我的身后 有近300位工人 正在紧张的作业 这个项目的总投资约 有100亿元 占地面积2102亩 建成之后 可以达到年产35万吨的 铝合金建筑形材 和异形材的产能 为了尽早地恢复 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项目方也是制定出了 科学有效的 防控复工方案 通过建立 一人一档的信息库 实行闭环式的管理模式 确保异形防控 和项目建设两不误 浙江台报道 天气转暖 茶叶采摘销售 也是迫在眉睫 为了减轻疫情 对春茶生产销售 带来的影响 各地在确保防控安全的前提下 全力保障 春茶采摘销售 在淳安县李商香 凤凰头茶园 县农业干部 茶叶专家 与县邮政电商 一起组成了 三服务茶叶营销小分队 玩起了直播 拍起了抖音 卖力 为茶旅线路 推解吆喝 怎么样让疫情 又控得住 让这个茶商进得来 让青江岛户的好茶出得去 让我们传言的茶笼口袋 鼓起来 新昌县如澳镇 共有茶园三万多亩 为解决茶叶销售难题 政府搭建桥梁 联系外地茶商 在全镇范围内 设置六个村级茶叶收购点 和十二家茶叶加工小作坊 就近收购茶笼青叶 目的就是减少人员流动 便于防控需要 眼下正是乌牛枣茶 全面采摘的世界 可是疫情当前 本地采茶工不足 而外地采茶工又进不来 为此当地组织了 两百多名党员志愿者 走进茶园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 志愿者们逐渐成为了熟练工 江山市念巴都镇政府 通过基层网格广泛发动 摸牌各村的闲置劳动力 统一整理商报 做好防疫工作后 根据企业用工需求 调派劳动力 在解决茶企用工难题的同时 也让闲置劳动力 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浙江台报道 好 我们继续跟吴院长进行沟通 刚才很多报道当中也看到了 大家在复工复产的过程当中 其实防疫措施 都还是抓得非常严格 落实的也很到位 所以大家现在会非常想要了解 我们其实也知道 您和我们这个 浙大医院的这个团队 也一直在对我们这次的疫情 做很多的相关研究 我们从流行病学调查室的 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有哪些新的情况可以分享呢 对 那关于这个 任何的一个新的 一个传染病的发生 从流行病的工作 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找出 它的传染源是什么 还有一个要切断 它的传播途径 还有要保护这个遗感人群 那么现在的发现就是说 人群对这个新冠这个病毒 基本上是普遍的遗感 普遍的遗感 而且它这个传播途径 主要是通过复习道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 下面这个流行病学家 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找到 它的真正的传染源 还有一个第一个感染的病人 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 这个零号病例 那么所以就是说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证据 发现这个华南这个海鲜市场 并不是真正的这个病原 这个事发地 所以我们要去进一步做的工作 那么关于这个疫情 这个开始之后 我们这大公共卫生学院 就是说实际上还是做了 不少的工作 就是说我们依靠我们的这个流行病学 人工智能和这个大数据的 这个学科优势 那么一个就是说 进行了这个科普的宣传 第二个对这个疫情 进行了精准的这个预测 还有给政府做决策的时候 提供了科学依据做参考 那么比方说这个复学复工 这个方面 那么我们就是很早就预测到 这个到奥越中心的时候 差不多就可以这个复工 但是这个复工要考虑到 要分类分成分实 要这样的一个精准的去复工 那么我们建议这个复学 可以尽量的往后面推一推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学生他的聚集性比较强 比方说他们会住在一起 然后会一起上课 会一起聚餐 而且他比较好动 所以我们就是说 尽量的希望这个复学的时间 往后面推一推 而且也要做精准的复学 不是一下子就是全部复学 而是就是说要分成分类 确实您刚也提到了 我们在这个防疫的过程中 借助着学科的相关优势 其实也做了很多的辅助工作 那其实我们如果说 从疫情发展 包括到这个未来 我们的一些公共卫生的 这个工作重点和方向上 其实也是有很多 这个新的一些启示的 比如说您刚提到了 我们利用大数据 包括我们的一图一码一指数 都是未来可以去重新去调整 一个关注方向的是吗 是的 大数据实际上在这次 这个疫情防空中 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这个是个未来的一个方向 那我觉得这个大数据 你不像说在传染病 一个新发的传染病的话 它可以应用大数据 去追踪它的密集接触者 但是我们在应用这个大数据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 要严格的 就是说保证这个数据的安全性 那么这次呢 就是大数据是应用在 这个传染病上面 但我觉得这个大数据的实际上 不光是传染病 在其他的非传染病的 这个重大疾病的防控中 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个是一个未来的方向 包括我们在对未来的相关的 公共卫生方面的人才的培养上 您刚刚说到了学科优势 但是我们其实人才培养 也是一个后备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和力量 所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上 有什么新的方向呢 我觉得这个人才的培养 就是说我们呢 就是不光要灌输 他们的这个理论知识 更加要培养它的 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话 要培养它的实际能力 和应激能力 那么就是说 我呢就是说建议 我们要跟这个 比方说疾控中心 要更密切的一个合作 比方说我们这个之江大学 已经跟那个杭志士疾控中心 形成了一个密切的 这个合作关系 我们呢是他们的学院 他们呢是我们的中心 这样的密切关系 我呢建议呢也希望 就是我们的学生呢 要给他们更多的 这个实际能力的培养 把他们这个学生呢 送到这个疾控中心去 送到社区去 送到医院去 然后呢有这个实际的能力 把他们这个实际报告 还有这个论文呢 就是占有这个泥土味 包括大家也会非常关注一点 就是在未来 如果我们再碰到 相关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应对 在公共卫生机制方面 你有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呢就是说 有几个方面 一个呢就是说 比方说这个 我们国家呢 这个传染病的这个 预报系统啊 就已有的这个传染病 有个很好的一个系统 但是对这个新型的 这个传染病呢 这个关于这个预测 预警的这个系统呢 我们要更加的去改革和完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这个应急系统啊 也可以更好地完善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说那个 比方说我们疾控啊 这个CDC 要给它更多的一个 主动性 所以疫情发生了 我们除了更好的应对之外 其实在未来 如何更好地去预防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 谢谢吴院长 我们再来关注相关的情况 那么随着EPP 新冠肺炎患者 治愈出院 到昨天为止 全省已经有多地实现了 住院患者数量的清零 一起来看 昨天下午 随着周山最后一例病患的 治愈出院 当地71位医务人员 也圆满完成了任务 顺利出仓 至此 周山市累计报告的 实例确诊病例 已经全部治愈 昨天下午三点 湖州市最后一例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治愈出院 该患者 为重症新冠肺炎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曾病情反复 并伴有抑郁症 目前已无呼吸道症状 各项指标均符合出院标准 感谢 我很感谢 我谢谢这里的领导 谢谢这里的护士 医生 我感谢他们 昨天中午 东阳最后两例 新冠肺炎患者 在市第二医疗救治点 治愈出院 非常感谢张伯 非常感谢医护人员 来给我们 谢谢张伯 谢谢 据了解 患者张女士 卢先生 分别于1月30号 和2月4号确诊 经医护团队的精心治疗 现在已经符合出院标准 至此 东阳19例确诊病例患者 已经全部治愈出院 昨天上午 绍兴越城区 最后一例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出院后 还需居家隔离14天 至此 越城区累计14例 确诊患者 已经实现清零 浙江台报道 在这次抗击疫情中 湖北京门 是浙江对口支援的城市 就在今天 第一例浙江医疗队救治的 危重患者顺利出院了 接下来我们跟随 邵医夫医院护士长 龚小燕的镜头 实地进入医院ICU病房 近距离地感受一下 浙江医护人员的日常工作 这是我们浙江医疗队 原金门的13楼病区里 护士站 这是我们抢救设施 病人有任何情况 我们要靠这个抢救设施 包括除炭仪 一些急救的药物和物体 这是病人的营养液 有些病人没有办法进食 我们给他放了一根胃管 然后给他进行持续的营养 在京门医院ICU病区 龚小燕和同事们 已经连续奋战近一个月 在这个医疗队一天时间 火速建起来的ICU病区 收治的几乎都是 当地最危重的患者 目前还有18人在接受治疗 这个病人在服务位 然后非常大 再给他换药 现在在服务位 然后生命体育的话 他平衡了 现在发展症 我们也先去观察一下 这边让他去一个 平衡中好转的医疗 此次迟远经门 邵义夫医院团队 不仅抽掉了大批骨干力量 还带来了当地紧缺的 体外膜肺氧盒等先进设备 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CRT机器 这就是ECMO 估计机会监护仪 现在病人的话 病情还是一个平稳的 然后用着ECMO的话 准备分析 这张电流起放 医疗队164名队员中 来自邵义夫医院的 11名男护士团队 格外引人注目 给病人气管插管 俯卧未通气 甚至包括生活起居 他们用男性特有的优势 给患者送去了 无微不至的关护 有好几个懒惑式 哎呀 真是 大批骨 都给我清理得干干净净 我很重内心也很感激 感谢了 不行 不行 一定会好起来的 加油 加油 工作的话 其实还是蛮很有成就感的 像我们前几天 又有好几个病人 好少找到普通病房 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源 最大有个鼓舞吧 有想念家卫人啊 有想念啊 肯定想念的 但是我觉得 把这边的病人 护理好 这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工作 截至3月3号 京门已经有五例 危重患者转为重症 浙江台报道 在火神山医院 感染三科二病区 有一个战役加油站 这个加油站 不仅为很多患者 解决了生活上的燃眉之急 还在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 建立起了特殊的战友情 水果 小吃 报纸 这些天来 这个战役加油站 每天接受着五花八门的物资 这些物资都是护理人员们 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这其中既有护士们家人 寄过来的老家特产 也有来自全国人民 对医疗队的捐赠 住宿的地方也有一些 这个爱心人士的一些捐赠 物品的话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咱们 这个住院的患者 能够有个共享 毕竟他们这个来的时候 没有这个携带任何的物资 尤其是生活方面和食品方面 正在和家人视频通话的老人 是一名曾在部队服役 二十多年的老兵 由于年龄大 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听力差 打电话经常听不清 老人入院后 与家人彼此都十分牵挂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加油站专门为老年人 开通了视频连线服务 帮助更多的老人与家人 视频连线 比我们想象中更受欢迎一些 现在在患者里面 我们不叫患者 叫战友 因为是战役加油站 一起战斗的朋友 所以我们管这个 所有的患者都称呼为战友 在战役加油站的旁边 记者还看到了一面 特殊的打抠墙 然后我们就收集照片 把大家照片打印出来 然后粘贴在墙上 同时每个人也 就是收起了一句 自己的希望呀 或者是愿望 然后我们这个照片墙 也就这样做起来了 我在照片墙都看到了 你们基本上 每个人都很美丽的 都很漂亮的 都很棒的 谢谢你们的照顾 谢谢你们的细心的治疗 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神秘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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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美丽的天使 宋小波是武汉一派出所的 副所长 2月29号之余出院后 又结束了14天的隔离 之后他第一时间就来到医院 按照最高标准捐献出了 自己的400毫升血浆 他说要把这一份战胜病魔的信心 传递给其他新冠肺炎患者 因为有信心就有希望 有什么感觉 可以跟我们讲 怎么样 现在 太好 太好 跟整个身体的数字 甚至身体的感觉都比较好 今天再次看到这些医护人员 是什么样的亲切 很亲切 很亲切 献完血后的宋小波 看起来精神很好 随后他马上到单位报到 重新投入到紧张的公安工作当中 宋小波感染上新冠肺炎 是在元旦过后 由于临近春节 派出所的工作牵扯到消防检查 安全排查 还有对孤寡老人的走访活动等 那段时间工作繁忙 每天睡眠很少 再加上接触的人员复杂 在1月15号左右 宋小波出现了胃寒乏力等症状 后来经过检测 表现为阳性 确诊感染上了新冠肺炎病毒 浑身基本上没有劲 走两步跳一跳 都会传播气来 头昏 呕吐 这种状况 基本上是越来越恶化 这个时候是我最悲观的时候 和其他很多人一样 染上病毒的宋小波 一度情绪低落 随着病情的恶化 他有了生命会走到尽头的感觉 在医生对他进行消炎 抗病毒药物治疗后 他的血氧由80 慢慢上升到95以上 下床走路 也没有以前吃力了 患病期间 医护人员和他的亲戚朋友等 不断给他鼓励 宋小波的心态开始缓和 信心得到了提升 医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你想战胜这个病毒 你就要提高你自己的免疫能力 你的免疫能力提高了 这个病毒就把你没有办法 要么这个病毒 把你的免疫能力干掉 他干掉了你 要么你的免疫能力强大了 干掉这个病毒 你就胜利了 受到启发的宋小波 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并不断鼓励自己 锻炼自己 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我也不能说 每天就吃了睡了吃 这也不行 然后我感觉自己能动了 我就赶紧进行锻炼 相当于自己进行锻炼 我想帮这个护士发发合饭 帮他们消消毒 自己体能也得到一种恢复 对自己的一种免疫系统 也有一定的好处 宋小波与疾病斗争的信心 也感染到同病房的病友 他们互相加油打气 积极用药积极锻炼 2月15号 他和另一位病友 同时具备出院条件 我觉得宋警官是一个 特别积极乐观的人 我们平时查房打针的时候 他都特别积极地配合我们治疗 然后也没有像别的病人 表现出来的这么焦虑 而且他们整个病房的氛围 都特别地好 特别融洽 特别温馨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宋小波 已经完全康复 他说 在鬼门关前走过一遭 更能体会生命的意义 也更加珍惜生命的美好 宋小波说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 以后的生活 一定要活得有价值 一定要承担起保护人民 保卫武汉的重任 好 接下来呢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 桌瑶记和中国来云搜索 把时间交给欣然 欣然 好的 傅林 用真实调查 让谣言献出原型 首先进入桌瑶记事件 近日在温州高校 及本地微信群朋友圈里流传 温州大学发布返校通知 并且付链接地址的信息 称温州大学 于3月15号正式开学 这是真的吗 经核查 这是谣言 温州大学微信公众号 发布信息称 学校开学时间 等待上级教育行政部门 统一安排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网上发的链接地址 也不要点击 警方上当受骗 最近有消息说 疫情期间 可以通过大强度的锻炼 来提高抵抗力 以此来预防新冠肺炎 是这样吗 专家考证说 这其实是个误区 首先要明确 居家健身 不适宜进行 长时间大强度的锻炼 要确保运动安全有效 强度过低 没有锻炼效果 但是长时间 大强度的运动 会导致身体机能失调 免疫功能下降 并且运动损伤风险增加 因此特别忌讳 平常不运动 锻炼搞突击 居家健身的运动 强度要适宜 近日有消息流传称 基屎藤能预防新冠病毒 基屎藤是一种常见的中药药材 在传统医学认为 它可以驱风活血 止痛解毒 消失导致 除湿消肿 但目前并没有任何 已经公开的实验证据 能够证实 基屎藤能对新冠病毒产生作用 此外中药参考书 有毒中草药彩色图鉴 还认为 基屎藤的全草是有毒性的 大家千万不要轻信谣言 自行服用 看完了桌药 记载来关注今天的中国蓝营搜索 来看几个暖心的瞬间 图片当中 这五位都是普通的武汉市民 他们职业不同 但现在都有着共同的名字 叫做生命百度人 武汉因疫情关闭出城通道后 这五名志愿者组成紧急救援队 接送缺乏交通工具 去医院的代产孕妇 为新生命百度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23位孕妇 在他们的帮助下 顺利住进医院生下宝宝 并且没有一位妈妈和孩子被感染 你们真的很棒 大家看这张照片 白色的防护服上 写满了歪歪扭扭字的人 似乎北京州市公安局 胜利接派出所所所长戴瑞 2月22号 军中某小区接连有12位业主被确诊 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 作为所长的戴瑞 第一时间成立疫区冲锋队 负责保障小区内97户 201人的这场生活 因为防护服没有口袋 手上拿本子又不方便 大客队员就想了这么个办法 用红色笔把居民的需求 写在这件防护服上 然后一样一样去采购 这件特别的记事本 是您最美的新章 抗疫期间 不少家庭都是夫妻齐上阵 在成都有这样的一对夫妻 丈夫是成都交警 工作在防疫查点上 妻子是发热病去的大夫 为了不把危险带给家人 妻子已经半个多月没回家了 而三岁的孩子 想妈妈的时候 总会跑去阳台 因为他知道 这是他和妈妈 唯一可以近距离见面的方式 孩子的懂事 还是让人有点心疼 这张图上的这些土特产 是宁波市北伦区新汽小学 为三年级学生 曹卓宇的妈妈准备的 曹卓宇的妈妈 正在武汉一线抗疫 为了表达敬意和祝福 学校购买了一批 宁波的海鲜干货 让与并魔战斗的 宁波级白衣战士 在工作之余 能够尝到家乡的味道 曹卓宇和同学们 还一起画了很多温馨的画作 托妈妈带给她一起 战斗的白衣天使们 让他们知道 宁波北伦有一群老师和孩子 记挂着他们 祝福这些医护工作者 早日战胜病魔 平安回家 来自乌克兰的奥利亚 是重庆大学的一名留学生 疫情期间 她在学校当起了志愿者 为留学生群体的疫情防控 贡献自己的力量 而且她说 她对中国的防疫工作 充满信心 来看看这位乌克兰女孩的 战役自白 我叫奥利亚 来自乌克兰 然后在这边 度国际贸易专业 我在重庆已经是第三年 在以前情况上 我一般是在促书 就是写文文 感觉有时候 我运力特别大 所以我会放松一下 就是花花 有很多软件 他们是中文写的 所以我可以帮忙给他们介绍 英文介绍 就是比如说 怎么用外卖飞送 我在这边感觉确实很安全 因为学校照顾我 老师们照顾我 每天老师们会 再发给我们通知 这个疫情情况 如果你没有打开 老师可以给你打电话 你今天怎么样 我对中国的能力 还是尽有相信 为了 赞助这个病毒的传播 中国提供了 这么巨大的那种能力 检测了这个医院 就是真的表示中国速度 中国加油 我们在一起 好的 谢谢欣然带来的桌摇记 和中国来云搜索 昨天晚上杭州主要地标的户外大屏 用极匹亮屏的方式致敬白衣战士 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通过空中镜头 去看一看这道最温暖的风景线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直播的全部内容 在今天晚上的18点和21点30分 我们将继续带来科学控疫情 统筹谋发展特别节目 各位观众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